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中美两大国的博弈 到底给世界带来什么 而香港是否就会这样子的被牺牲掉?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加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有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 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 全世界都在乱 在10月11号的中美新一轮的协商 整个世界就释放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实 中国买钱买货付钱 美国出卖他们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这个四个字 在港台的有为青年都可以朗朗上口 因为只要讲一句普世价值 就代表你是错的 我是对的 我可以做任何一切 我想做的挑战公权力 这叫做民主自由 只要反对我的 你就是违反普世价值 你就是反革命 那么你就是民主自由的敌人 中共的走口 威权的阴犬 而所谓的言论自由 只能容许他们的言论自由 而并非可以允许反对他们的言论自由 而所谓的普世价值 就是指他们认同的价值 他们就认同而代表了这个世界 我们先来看看过去被普世价值欢乐送的国家 我们先来看看伊拉克 各位只要是35岁以上的 就一定听过波斯湾战争 在大陆好像叫做海湾战争 伊拉克打了克威特 然后美国去打伊拉克 各位我们先了解伊拉克 伊拉克在美国的好莱坞宣传之下 他是一个极恐怖主义 独裁主义 跟最不符合普世价值 不信上帝的罪人 但是我们可以先看看历史 伊拉克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一定听说过 就是美索普达米亚 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发源 人类之一 他的最早的人类历史 可以追溯到20万年以前 各位中华文明洋洋洒洒5000年 在这个之前就是神话世纪 神所存在的国度 在这个世界 到底是神所创造的 还是盘古开天避地女娲造人的 还是其实人是在不断的自我毁灭之下 又不断的重新建立起来的世界 下次有时间 我们可以来参谈这个关于远古与涅槃 之间的故事 回到我们现实 伊拉克是对我们相对遥远的国家 而这个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国 什么是两河流域呢 就是位于右发阿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世界 是一个自古以来富饶的世界 而在近代 伊拉克也是属于世界第五大的石油生产国 整体来说 伊拉克与阿拉伯世界 等各个种族之间的 有都会有一支很大的矛盾 有人有宗教就会有矛盾 但是基本上 民生部分都是属于相对富庶 有民生可以吃得饱的 直到什么时候呢 海山的政权覆灭 说到海山了 也就是发动波斯湾战争的元凶 他在中国叫做萨达姆 在其他地方叫海山 他的全名叫做萨达姆海山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独裁者 靠着政变 掌握了伊拉克的大权 各位知道吗 海山的政变 就是仰赖着美国的扶持 在1960年的萨达姆海山 在埃及的开罗大学修读法学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时候 已经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也就是CIA接触了 当时美国担心伊拉克政府 跟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 于是向复兴党及其他反政府势力 提供援助 萨达姆海山 就是他们的一中所属之一 可以破坏伊拉克统治跟和谐的人 于是在明里暗里 都会给海山各方面的资源以及支持 直到了1979年的6月 萨达姆海山 借自己女儿的生日会 把总统贝克尔和伊拉克内阁成员 全部邀请到他自己家里赴宴 接着萨达姆就在自己家里 不动声色的发起了政变 以武力威胁 原来的总统贝克尔下台 隔月7月16日 萨达姆海山就任伊拉克的总统兼总理 成为伊拉克之王 当然了 他上任之后所做的事情就是政治清醒 这也是为了一土他这十几二十年来的奋斗 所来的压抑 当然 他已经成为了伊拉克之王 对于权力的着迷以及经济的掌握 对于当地的宗教跟种族之间 一直进行的高压血洗的政策 所以贪然就让他一直不断的往外扩张 最终引发了波斯湾战争 不过老师今天要讲的并不是海山 而是美国发现海山不听话 占领了科威特 按照美国与欧洲的标准 这个是要被制裁的 所以美国炸毁了伊拉克的民生设施 游井污水处理厂等 最终美国抓到了海山 把他正义主角 一切都是为了普世价值 民主跟自由 在这里之前 伊拉克是一个复苏的国家 吃的你没有听错 即使在海山的威权统治之下 民生依然附属 伊拉克商人走南闯北 包含台湾与港澳 在30年前 我们都可以看到伊朗 伊拉克 还有阿拉伯世界的商人 在台湾的军越饭店 世贸中心 香港的四季酒店 国贸中心 川流不息 这一切直到美国正式的 把民主欢乐送的普世价值 送进了伊拉克为止 在这不是价值之下 伊拉克现在现今的青年失业率 表定上至少25% 而一般的失业率至少17%以上 在10月7日 伊拉克产生的原本是和平示威 到后来演变成了暴动 这场示威跟暴动 死亡了110人 而伊拉克现在高达40%的人 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 他们不是缺水 虽然他们有沙漠 但是他们不是缺水 而是污水处理厂 自来水厂电厂被美军炸毁了 而美国新扶持起来的政权 在美国撤退之后 把每年高达8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 以及各国不断涌入的建设 水厂跟污水处理厂 以及各项水利工程的钱 全数都贪污了 没有一件在海山倒台之后 ISIS的那个伊斯兰国败亡以后 所有的建设在伊拉克的完成 都没有 伊拉克就在海山覆灭之后 包含每一年4500亿的公共经费 全部落到了民主欢乐送扶持的新政府 然后伊拉克人没有了未来 美国仗打完了 钱也收了 美国大兵在伊拉克丢下了身体 只剩一个奖章寄回到了家里 美国总统也光荣的下台轮替 饥饿与贫困 就在普世价值输入后的伊拉克 要付出了代价 回到我们香港的议题 在香港街上晚上 连黑道都不想出门 铜锣湾扛把子都不懒得出门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力 没有油水 走在路上随时都会有危险 而在这些暴民所持有的英国 跟美国的国旗 仍然在他们的阵地飘扬 他们坚持美国的介入 宣扬普世价值 台湾这里的执政党也遥相呼应 到现在老是推背图 还是有人去坚持 美国会支持台湾 消灭中国 让中华民国光复的失去70年的国土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中美的这一轮协仓之后 笑呵呵的准备收下 中国约500亿的农产品订单 这份订单 让深陷弹劾的川普 吃了一瓶强心丸 而他也可以顺理成章的 停止了即将要加税的中国商品 这个举措 让美国的通货膨胀 可以暂时的歇了一口气 而中国可以透过这次的大礼包 让农历新年 物价不会被伤人 炒作到膨胀到民生 民怨重生 这个协商对中国跟美国都是好事 而对美国农民也有喘一口气的机会 但是对于残破的香港 这简直是一场误会 美国的CIA掀起了战争与反售中 造成了香港一次一次的更加的残破 商铺关门 百姓失业 外资撤手 这一切都印证了 美国民主怀乐送 你一接受就是完蛋的现实状况 而这场中美战争中 有人认为中国在这次的协商中算是趴下来了 因为他妥协的向美国购买的农产品 其实老师跟一些粉丝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是有另外一种的想法 中国不断的测试美国的底线 然后碰到了再给你一点好处 然后再测试一个底线 再给你好处 这有点像春秋战国时期纵魂家的策略 因为无论如何 美国如果测到最后 你只要收钱就好办事 那么你谁有钱 就是谁画事 如果美国可以因为订单去牺牲香港 那美国的问题 只要这场战争持续的越久 对中国越有利 因为中国的土地也是长粮食的 阿根廷跟南美的粮食 也是可以为中国而供应 这场战争之中 谁有足够的资源 谁就有足够的胜算 当然一直讲中国 有的又说老师要亲共舔忠 我们来看看欧洲好了 欧洲在这场中美贸易大战中 各国领袖也同时面临着 类似香港的民粹主义的兴起 包含老牌的英国 在这场脱欧的世界上 英国的首相约翰逊 也是台湾称的强生 坚持要无条件的硬脱欧 而欧盟也反对了 这样的结果 退回去 要英国自己内部里面 处理好再过来 而这个期间 我们就看到了 英国内部的政局 将会掀起一个关门打狗的信码 也就是自己的首相 自己带回家里自己交 当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英国的BBC的这个九富盛名的媒体 对英国有负面的 他很少去报道 但是只要符合美国民主欢乐送的 能反送中的BBC肯定不会缺席 有时候老是觉得 这BBC是不是美国CIA经营的 这个闹剧 新国英国的政局 会有一个新的历史记录 而在英国的年轻人的声音 一直以来 都传不了英国政府里面 因为英国年轻一辈的年轻人 对他们来说 老一辈所怀抱的英国的往日荣光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他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脱欧之后 他们的未来相极的日落 英国老一辈 还在回忆的日伯罗帝国的美好 而新一代年轻人看到了 只有自己就业率跟未来正在日落 接着我们看到了法国 法国通过 法国国会通过了CITA 也就是欧家贸易协定 欧盟委员公开的表示 这是官方的表示 这个CITA的一个欧家贸易协定 可以让每一年为欧盟的出口商 节省50亿元的税款 在建筑师 会计师和工程师等 受监管的职业中 相互认可 必使中公司的职员 和其他专业的 与欧盟之间的转移 可以更加的容易 跟加拿大互相的交流 这欧盟的一个相关委员 他声称CITA 将在加拿大和欧盟之间 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 知识产权竞争环境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CITA 就是超越了传统市场的嘴入问题 包含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竞争专业资格的互相的认可 还有一些金融服务 电子商务 中小企业 都可以持续的 透过这个全面性开放的贸易协定 分享他们的一些领域跟成长 当然 这个好事有没有反对 还是有的 法国内部的反对党 还有很多提倡环保的倡议人士 认为法国是欧盟 你开放的这样自由贸易协定 会受到加拿大的一些化工饲料粉 或是因为各种经济发展的快速 所演发出来的各种的环境破坏 当然不会言的 有建设一定会有破坏 环境环保很可能会被牺牲 在这层面上来讲 反对者认为经济不应该凌驾到环保之上 但是欧盟各国领袖却从这次的中美大战 之中获得了新的体认 什么呢? 没有大国可以值得信任 尤其是美国 所以欧盟在因为中美大战所受到 持余之殃的同时 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一条 深入 促进与美国中国以外的经济循环 让欧盟能够彻底的摆脱美国经济的 牵制 而加拿大也可以透过这个欧 美国国家贸易协定 建议了对美国制裁的威胁 而对中国而言 这都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 包含了欧盟 不包含美国 老师在之前的中国美贸易战系列里面讲过 美国所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大萧条 以及香港掀起的义和团 只会猝死的 让美国的敌人与盟友能够从这个短痛中 获取新的模式 因为美国跟英国能否再大再度强大的美梦 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在达成的 因为无论美国想不断在世界上掀起民主欢乐颂 然后导致他们竞争优势 不会被别人取代 但是这些欢乐颂 都会被民生问题所打破 因为民主欢乐颂的普世价值 只是一个理念 但是这个理念 也只能让特定的几个人的餐桌上面 有着面包跟米饭 而其他人在激情过后 面对空空如也的米缸 一点不剩的存款 存款 又该如何是好呢 这个世界被美国是印象到的 终究会被牺牲 无论是伊拉克 叙利亚 香港 或是台湾 而讽刺的事情是 对于美国坚持长期抵抗的伊朗 还有阿拉伯世界 以及中国 最终 确保有一定的国家完整 以及民生稳定 这个普世价值 到底是毒药 还是一场谎言呢 这世界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 因为人类的贪婪之下 只会有更容易多的腐败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下方有我们2020年的流年解析 以及各项视频 业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 老朋友回顾 这边有老师的赞助方式 这边是微信赞助方式 下方也有我们的各项 包含了PayPal 或者是各种台湾的赞助方式 如果您需要老师的专业 命理咨询服务 这里有老师的微信号 还有老师的官方脸书专页 你都可以与老师联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